画面中,这位自信的滑着轮滑的人并不是初学的年轻人,而是一位68岁的老阿姨。 她名叫肖学荣,是山西太原不少公园内的名人。 她练太极,练瑜伽,跳藏足舞,滑轮滑,骑单车,兴趣广泛,阳光健康。 4月26日,像往常一样,肖学荣在早饭后,骑车来到太原学府公园。 锻炼开始,她要练习几个瑜伽动作进行拉伸。 随着锻炼的深入,动作难度也越来越大,横匹刹,树匹刹,倒立。 很快,她的锻炼就吸引了众多人的围观。 我是四四五岁就退休了,回来以后身体不好,完了以后神经衰弱,已经到了边缘了,好像是。 完了以后呢,我就学太极,跟她老师学的。 最后又学瑜伽,慢慢的身体就开始恢复好了。 经过瑜伽的学习,萧雪荣的身体非常柔软,每天的拉伸活动堪比柔术表演。 此后,她又被优美的藏族舞蹈所吸引,专门跑去成都用五年的时间学习,并取得了教练资质。 在公园内,她常常带领中老年人一起跳藏族舞,三年前,她又喜欢上了轮滑。 因为这个东西是个危险的运动,好像是,你要大胆,完了还要守规矩,好像是,慢慢的也掌握平衡也就好了。 当时想的就是说,人老了腿先老嘛,对吧? 完了以后腿上要是没有肌肉,你一摔就容易把骨头摔了嘛。 那我还想,轮滑不是每天挺用劲的,腿上不是就有劲了,就长肉了。 这个轮滑就是说,大脑反应也好,协调性也好。 萧学荣华伦华在公园内可谓独树一致,她身穿红衣,戴着防护装备,很是英姿下爽。 除此之外,她还加入了当地的骑行队伍,进行长途骑行。 她阳光向上的精神,也感染了身边很多人。 每天都是有规律的生活, 好像是,几点钟起床啦,几点钟吃饭啦。 完了以后呢,就到公园里头来活动。 他们都给我点赞,觉得我在学府公园是最优秀的。 原来不知性,现在呢,经过锻炼。 我现在呢,就是说,身体越来越好了。 完了还可以帮助别人。 谢谢大家。 谢谢。